花莲圣安宫香火鼎盛 不过由于道路过小 不只造成交通堵塞 包括了电感老旧 电线过低的情形 更是让人有安全上的疑虑 为此先议员郑前龙邀集了 各单位会刊 志强路 词汇三阶四阶的整体周边环境 对于相关的电感地下化计划 也希望各单位能够尽快来进行 未来可以让宫庙整体环境提升 也希望可以让圣安村 发展成为花莲的宗教文化观光圣地 花莲圣安宫是人潮繁华的 花莲大庙之一 不过由于道路过小 电感老旧 电线过低等 不只造成交通堵塞 更容易影响交通安全 为此先议员郑前龙邀集 相关单位进行会刊 郑前龙强调 圣安宫以及慈慧堂市圣安村 人口高密度的区域 电缆线过低影响安全等问题 电感地下化改善 不只解决交通堵塞 更能让公庙整体的环境提升 让圣安村发展成为花莲宗教文化的观光圣地 慈慧堂应该慈堂有两千多 一两千 圣安宫 圣安宫分领出去应该也有三四千 我想每年 圣安宫是2月18号 2月18号 支援团队 下降的是唐庆 支援团队是2月18号 那我们圣安宫是每年的7月18号是我们两个孙女 很多公庙他都会利用 通过年后会来进乡 分领会来董庙来拜拜 那也造成很多游览车进来 那会造成我们周遭停车的 会这个乱象 尤其前几天也是一样 这个地方关系连安都没有办法会车 所以车辆会长得多 那我是希望说 马车、台电 可以在我们圣安宫、十二档 都要保证电感变下的话 可能我们马路会比较整齐一点 那车辆行进间也不会受阻碍 所以我想说 比如电感就是我们圣安宫、十二档 这个电感变下的话 街景会比较漂亮的 这就是留待我们公共同盟来协助 那至于圣安宫、十二档里面 当然是我们的主要里面 他们自己的职业 那街景的部分就是留待我们建立公司 跟电政、跟参考者来协助 把这个地方来完成一下 郑乾隆表示 电感、电线、地下化是台电政策之一 建议台电工程经备 应优先考量人口密集 与攸关安全处进行优先施作 盼中央、地方、政府一起合作 尽早将计划提交 让经费有着落 也让圣安村顺利发展 成为花莲宗教文化 观光顺定 记得刘明胜、花莲采访报道